马汉这菜马里马上找马汉 主要是便宜 一百块在东北点了猪马汉全席 尊都贾都 我以为你们家这个菜是小份的呢 那么便宜 不是 老师 哈喽各位 这是大白 我又回东北了 昨天刷到一张桶 又刷新了我对东北物价的认知 就是一家家常菜馆里面 那个菜全是六块和八块 就我在想这如果葛大学的话 一百块钱请虽说六个人吃饭都吃不完 带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又便宜又好吃 这个是什么花 就是我上次来是冬天来的 夏天的东北跟冬天这种感觉还不太一样 导航写的是在这里面 找到了 你好老板 能吃吗 能 可以拍一下吗 行行行 我给你个粉 粉是吧 行行行 大蒜 这种硬皮大蒜我最喜欢了 就这张桌子 可不可乐大瓶盖这个 哎呦我这凳子 这凳子这花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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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别是老板老板娘和孩子 这咋拍 这其实这个拍摄压力有点大说实话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目表 6块8块10块6块8块10块 咱家就凑100块钱点啊 看100块钱能点多少个菜 写完了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共是8个菜 重点是啥呢 锅包肉28块钱 猪肉的真实 我没点干面豆角啊 我没点干面豆角啊 没有啊 干豆腐是吧 干豆腐 东北京哪文学 不让浪费以后没有 尖椒干对付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三分钟 三个菜已经上了 烧茄子 第三鲜 还有这个酸菜粉 比一下这个量真不小 说实话给你们自己看一下 先来点这个酸酸粉条 这玩意真的巨好吃 看着可能不太上向啊 看哪个拔的菜 拔的菜 这肯定是吃不上 是不是打包回家不能冷的啊 肯定不是啊 我特别愿意吃东北菜 粮食来吃气啊 真的东南一样冷的 是这个知道了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它这真的很朴实啊 高肉 对 高肉吃了吧 不是这个量 这个量我100块钱 咱们点8个菜 来大家先上演这个锅包肉的量 咱先甭管它好不好吃 来一会尝一下 老实的做吧 这个醋也是给到位了 带一点点呛人 我们别说这个猪的肉好吃 这里面竟然还是特别嫩的那种肉 这啥 三十包刀 这个是什么 哪三丝啊 两丝 羊猪丝 香的丝 香菜三丝啊 咋还别的串嘛 你咋样的比较串啊 哈哈哈 主要是便宜 我以为你们家这个菜是小份的呢 那么便宜 挺多的了 我说啊 三丝爆豆 我以为这个豆是那个豆子 结果它这个豆是这种油炸的花生米 这个土豆丝炸的 你看又细又脆 哇好帅 它这个是酸甜口的 口感臭别棒 这种丝丝的那种 而且是油炸过的 又脆又细 这个搁哪呢 这个搁哪 你搁凳子上吗 我搁不下 我也别搁凳子上了 来来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满汉传喜 这不是农村吃大喜呢 这不是 而且各顶各的硬材 你看锅剥肉 还有这个鱼香肉丝 第三鲜 尖椒干对付 这个香辣肺片 三个荤菜五个素菜啊 这个菜我就只能现在放凳子 不然我这相机没地方放 开炫开炫 来一块的这个下饭的鱼香肉丝啊 哎呀我的粉条 这时间长不吃就容易粘一块 哦 干对付 六块钱一样是要这种味道 看着可能有点 焦焦黏黏的哈 但是这个味确实很不错 我看这个卤水是个咸口的 尝尝这个肺子 上面有这种很多盐粒 哎呀好吃 它这个价位真的太便宜了 尤其这个味道 特别板着 每一盘菜味道都不一样 就不是那种一锅出的那种感觉 第三鲜 刚才大姐也说了 一会儿现在这个黑龙江有点水灾 整个东北地区的粮仓都受了点影响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尽可能都不要浪费粮食 我今天点的确实很多 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今天晚上明天的饭 应该都就可以搞定了 就吃完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拍下一期 其实最让我震惊的 不是它这个这么多便宜 而且它竟然6块8块的这个菜量 盘子还是这么大 而且这个味道 就像那种大店里吃这种菜也是个味道 很标准的味道 就是不敷衍每一道菜 这个是让我最震惊的 后面有人举手了老板 多打包 主要谁能想到它这个菜量这么大呢 是不是 不管还是那句话大家真的不要浪费粮食 然后更不要去模仿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午饭了 东北这边部分数反而比较严重 毕竟是咱祖国的粮仓对吧 然后就是大家最近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的话 可以先不来东北 我还是正好有点事 我顺便再给大家过来再拍几期 反正大家还是注意安全 OK那这期就这样 祝大家双方向我们下大期见 就是耽误了15分钟 现在回去了 第一大晚上嘴唐唐唐唐唐唐 据我所听应该是起碗了没赶上锅天 应该是 我昨天就订好了 看着手画 哎呦 黑金黑金的这种锅天 他在这自己冒游呢 能看到吗 哈喽各位这日大白 就是有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除了我拍的那个炸串之外 清的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美食 今天带你们去吃一家墨鱼和黄花鱼的锅天 就是他们家容易一开门就卖完 我今天是特意提前半个小时 他没开门我就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那蒙文市场 你看这外面开始织棚子了 这咱们还有提的行李箱呢 大哥这个锅天什么发售处 10点多 10点多 墨鱼的还有吗 黄花鱼啥的 黄花鱼的最近没错 彪我来说是 各种鱼一样来5个 这个是什么鱼 霸鱼 它这个黑色是墨鱼汁的吗 墨鱼汁 哦 是卖多久啊这个墨鱼的 那你给我准备要准备300个吧 300个 卖完就没是吧 10点一半了 是吧 10点一半 先上一等 一锅是10个 对 这个汁太干了就是太熟了是吧 对 哎呦这还有一大厨 这是什么馅的这些 我昨天就订好了 哎呦我天 看着手滑 哎呦黑金黑金的这种锅天 看 它在这滋滋冒油呢 能看到吗 这个白的是啥呀 虾的 哦 完了就这一大堆我跟你们说 还拍不到我 这个墨鱼 哇哦里面的温度 哎呦我天 那这的墨鱼锅鞋基本上每天就300个 卖完就拉倒 就是可以理解为在饭店还没开门之前吧 这个号已经排满了 你们能看到排到外面这些人不是排队举憨的 就现在是排队想写个号是吧 都写不上 亏我还是今天半夜是来的 在我来之前前面已经有18桌了 我是18号啊不是 前面有17桌 看一下三花淡奶猫 哎呀 哥们来吃锅贴了 终于来了第一盘 18号 哎我18号坐那 就坐那坐那有个相机呢 哎哎哎哎哎哎好 谢谢啊 来来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墨鱼 然后这个是素虾仁 牛肉和霸鱼的 大米粥 然后这个咸菜是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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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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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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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老板娘他们那些人态度都特别的好 来尝一下啊 反正这个老板说了 他吃的口感是一般啊 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确实吃得出来是冰冻的 但是你们肯定有人就是老板就这么说了 你们也要来尝一下 这个口感到底有多一般 白色的鱼肉配了点葱 还有个是那种咸咸口的 冻的这个鱼肉确实会有一点点 显得稍微碎一点 你们说我来尝一下旅游真的 一定要尝一下这个 老板可乐 爱喝的话真的很爱喝 不爱喝的话他会觉得里面有一股 中草药的味 素下仁 这个怎么那么大 竟然透了点绿光 这里面像是绞蛙馅 1200 热门要加近一点 据我所听应该是七万能力赶上国贴 应该是 夏日国贴里面的夏日 看到吧 这边煮个小盒 很实在就一个 这个应该是牛肉的 牛肉就是正常牛肉 因为第二个事儿的 第一个是不是有点小一个 咱给老板吃点建议 老板也耿直 有啥缺点都不用咱说 自己就说了 咱看这个鲍鱼的 这个鱼肉就相对要灰色一些 这个鲍鱼应该就青岛这边有吧 还是说焦东地区里边吃 反正我在外地基本上还是看不到 这四个味我都尝了一遍 鱼味最浓的 其实是这个鲍鱼这个 鲍鱼味特别明显特别鲜 它说一个半小时要抖吗 一个半小时多手一点没必要了 你们要想吃到的话真的早点起 而且这个鲍鱼还拉到嘴巴 它里面还有一个黄花鱼 黄花鱼比这个墨鱼还有限定 它是9月开海之后才有 建议是9月之后 9月之后北方就开海了 南方行是8月开海 这包括鱼什么海鲜类的东西 这边会更好吃一些 然后这一大桌子哈 花了才36 20个锅天 而且都是肉的鱼虾啥的 个人觉得是不贵 你们要来的话记得千万要早点 就9点你就可以过来了 9点过来的话 我估计你能写上号 就前几桌就是你 那就以周代酒 希望大家来趁点玩的开心 然后多七点早少排点队 好吧 OK那这期就想祝大家吃了八香 我们下期见 撤了给人腾地儿 我对河南的评价就是饭不可貌相 就是这些东西把它都看起来 就普普通通 但是吃起来那个口感和味道 就让你感觉到很别具一个 就是不一样 河南的早餐必须用胡辣汤淹死一个包子开始 现在这个市场叫胭脂河市场 怎么样 这个名字的名语很好听 咱好像要吃的店就是这家 36亿云楼店 人死 这香味我觉得又闻到了 往里走 往里走 这不是寄带的吗 你看看这边好多都是打包袋子回去了 一个羊肉的胡辣汤 这里面料好多 看一下 这可烧了可事呢 嘎下边 看一下水煎包 这个倒的水这么多吗 水煎包水煎包水煎包水火了 是啊 我以为就倒一层了 这汤奶白奶白色的 包子多少钱一个 熟了 给我来十个不哥 这小包子金黄金 这啥一个 小油条 小油条 你一个人吃两三块 三块都够 是吗 我要两块 那我也要两块的 谢谢啊 这是两块的吗 嗯 这么多 两块都够 我也来两块的 嗯 你拿走吧乖 我那个什么 在这吃 对我在这吃 后里谢两块钱这么一大把 这边喊我们年轻人都喊乖 好乖 好乖乖的 好乖乖的 好好好 谢谢奶奶 你把乖 水煎包这么个大小 给你们看一下啊 这个水煎包看正面是这样的 看这个反面没有 嗯 这真好吃 它这两边都是那种坚果的 胡辣汤啊 看一下里面有啥 这玩意儿我认识第一次喝 有肉丝 哎叔 胡辣汤里面都有啥 我这看 就是面筋和肉基本上 面筋 嗯 料还挺多的 这玩意儿就是 胡椒味特别的重 没有想象中那么辣 他们都说很辣很辣 就是辣度就一点点 河南的早餐 必须用胡辣汤淹死一个包子开始 看这个包子上来加圈肉 嗯 很无敌 反正这包子十个应该不太能够 很小 就这么大差不多 嗯 这是我第一次喝胡辣汤 我可能尝不出来好赖 但是这个包子我能尝的真的很好吃 能看出来吗 油油的煎的焦焦的一层 无敌真的无敌 硬喝早餐 我这胡辣汤里面滚一圈 哇 这块肉大 哎姐 您这个饼是啥呀 这是酱饼 您给我切切一块不 现在烙出来的感觉很好吃 看看里面这个羊肉馅 很多 真的很多 它这个汤的口感我总共被里面形容 有点 颜色虽然很重 但是这个口感和味道其实很柔和 就它那个胡辣味吧 也只能在于嗓子里 它就那么一小段时间 这里面的所有东西的口感 都是那种软软的嫩嫩的 小一条 这玩意好吸汤的感觉 来吧 谢谢 酱香饼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哪个大宿人可没卖这玩意的 这个饼好像比我平常吃的厚一些 真的 胡辣汤还是得喝头锅的 真的香 这个饼不是那种脆的 你们可能在学校门会买的这种脆的 这个是面水有点软软糯糯 然后带一点筋道的那种感觉 不一样 真不一样 看着差不多 甜辣的好吃 吃 逛了大事 你们别看刚才那一大盘 我估计那一大盘 十块钱之内绝对买下来了 拿个油条这样挖一下 真的好喝 我对河南的评价就是饭不可貌相 就是这些东西吧都看起来就普普通通 就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面食 或者说一碗火辣汤 但是吃起来那种口感和味道 就让你感觉到很别具一般 就是不一样 就是好吃 OK 那这一期就这样 祝大家十万块钱我们下期见 这个小油条肉真吃不上了 两块钱买了这么一大盘子 还没吃上 什么东西 再走吧 量太大了